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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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是 吕帽不太清楚 不过想来是元气肯定会亏损一些的 钱藏在哪里静养了吧 吕长老听完了 心里不由易紧 但是随即神色不变的淡淡说道 吕长老 那也是活了好几百年的人精子 难道听不出对方的嫉妒之意吗 这吊媒人是谁呢 是天道蒙第一大宗 鸾鸣门的长老 天道蒙 那可以和三大修士相抗的联手双修夫妇 就是鸾鸣门的两位长老 否则 鸾鸣门又如何一枝独秀于天道蒙各宗门之上 现在听说 怎么着 骆云宗长老有可能以后进阶元英后期 这位自然有些不舒服的暗暗泼了一些冷水 但是 你从表面上看吧 这吊媒修士却似很关心的样子 让人说不出什么 就在这气氛有些尴尬之际的时候 忽然从门外飞射进来一道红光 一个盘旋之后射向了吕长老 众人一见 为之一愣 吕长老自己也是满脸惊讶 但是仍然冲红光一招手 顿时红光化为一团烈火 跌落到了吕长老的手中 吕长老将神识沉进其中 但是片刻之后就露出了惊喜之色 本宗寒师弟已经进城了 现在正在本宗驻地 那吕某就先告辞了 吕长老强压住心中的兴奋 对他人解释了一句 就匆匆告辞 看着吕长老匆匆离去的身影 在座的其他修士 一时间是大眼瞪小眼 各种神色都有啊 谁都没有想到 这才提到那位传闻中的 吕长老对方马上就出现了 徐长老撵着胡须 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而吊眉中年人呢 神色如常 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在他的双目深处 有阴沉之色闪过 天一城虽然是新建的石城 但是四大势力 无论宗门大小 都有驻扎之地 按照势力划分 平分地划为了四大区域 至于中间的区域 则自然是公共区域 一些知名散修 可以入住这里 天道蒙就在石城西区 洛云宗又在西区的最南边 占了数十亩的一大片地方 这次前来支援的洛云宗弟子 足有二百来人 全都是驻基期以上弟子 杰丹修士也有六七人之多 几乎占了洛云宗大半的实力啊 如今在洛云宗驻地的大厅之内 寒历坐在厅堂中间的一把木椅子上 单手脱塞的一脸淡然之色 他左右呢 各站着一男一女 正是那位火云风的风主 红山老者和白凤风的宋女子 红山老者一脸恭敬 兴松的女子呢 同样束手而立 但脸上隐含一丝复杂的表情 明眸流转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吕长老宗大厅之外匆忙走了进来 一眼就看见了木椅上的韩丽 当即面上大喜过望 几步上前呢 韩师弟 哎呀 你终于回来了 这大半年没有露面 可让我和兄弟们担心至极啊 有劳师兄挂心了 当日啊 损伤了点元气 不得已只能静养一段日子 倒是我听说天天城失守的消息 着实担心了呀 师兄 韩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轻描淡写地说道 好好好 没出事就好 哎 其他几位师职呢 怎么不出来和韩师弟见礼呀 吕长老露出了宽心的神情 不过目光一扫 脸色一沉地问道 启禀师叔 宁师弟他们今已轮值 现在去整合那些散修去了 红山老者恭敬地答道 哦 原来这样啊 这倒不怪他们 吕长老闻言 这才脸色一缓 这个时候 含离却微笑着开口说道 我这次回来才发现 我竟然还成了一个名人了啊 有关我的传闻好像不少啊 他在半路上凑巧听到一些修士 对自己的议论之言大感意外啊 哎呀 这件事 我正想和师弟细说的 呃 你们二人先下去吧 我和你们韩师叔要单独聊一会儿 吕长老哈哈一笑 正想说下去 但眼神 在红山老者和女子身上一转之后 淡然地吩咐道 这二人自然遵命 急忙答应地退了出去 只是呢 女子在出去之前 又目光闪动地看了韩丽一眼 而杭丽一心里有些纳闷 神色没动 仿佛毫无察觉的样子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轻松的女子自从见到她之后 神情有些不对 仿佛有什么话要和她说 但又一直犹豫不决的样子 杭丽奇怪之余 也没有打算主动问起的意思 师弟啊 你瞒得我和师兄好苦啊 你说有如此大的神通 你 哎呀 为何不早透露一下啊 一见两名师职退下 吕长老没说其他的 就先苦笑两声 抱怨说道 我的确才凝结原因的 师兄又不是不知道 哪儿谈得上什么大神通啊 传言哪 夸大了一些 韩丽摇了摇头 无奈的说道 好了好了 师弟就不要过谦了 虽然木兰神师是敌对之人 但他们对你的评语 绝不可能差太远的 不过让我和师兄更惊讶的是 师弟竟能从掩月宗拐来一名猿鹰女修来 这才让我和师兄佩服至极啊 吕长老黑黑一笑 脸带诡异的说道 怎么 师兄见到婉儿了 韩丽一听此言 脸上神色一动 有些关心的问道 连分手的时候 他送给了南宫碗一枚说明身份的预见 略微将南宫碗的身份含糊的说了一下 但是如今听吕长老话里的意思 却似乎全知道的清清楚楚了 是啊 南宫先子啊 已经将所有事情都说给程师兄听了 而师弟现在也无需担心什么了 吕长老似乎看出了韩丽的担心之意 含笑说道 这 吕师兄这意思是 韩丽眉头一皱 有些领悟 但还有些不解 嗨 师弟啊 你还不知道呢吧 岳宗啊 早在几个月前 就突然传出了南宫先子 因为修炼功法走火入魔 突然陨落而亡的消息 那和华一门魏黎晨的婚约自然就解除了 而成师兄却认了一名叫婉儿的女修做义妹 并且打算将其许给师弟做双修伴侣 不知道师弟意下如何呀 啊 吕长老眨巴眨巴眼睛笑嘻嘻的说 玩儿拜成师兄做义兄 韩丽听得目瞪口呆 不错呀 师兄啊 已经说了 只等是击退那帮法士就光明正大的给你和他的义妹举行双修大典 到时候就算一些人有心怀疑但是那生米都做成熟饭了 他们还真敢得罪整个天道盟找上门来不成 就算为乌鸦本人知道此事 在我们天道盟刚联手聚敌的情况下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更何况如今师弟的名声也非同小可 画一门和演乐宗的人多半会故作不知此事的 吕长老胸有成竹啊 听完了这番话 韩丽脸色复杂的黯然了一会之后 半赏他才轻叹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这一次为了韩某的事情让两位师兄费心了 此情我会记在心中的 虽然韩丽只是简短的聊聊数语 但是让吕长老听了心中大喜啊 他和师兄费尽了心气 总算让这位韩师弟成他们琴了 有这句话在此 黄蜂谷再想将韩丽拉拢走 估计多半不可能啊 哎呀 韩师弟和我等都是自家人 何必如此见外呀 对了 南宫姑娘啊 听说师弟失踪之事有些交集 原本呢 想亲自赶来这里的 但总算被程师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给劝了下来 毕竟这里掩阅宗和话一门的修士不少啊 在没有郑氏和师弟举行双修大典之前 南宫仙子还是不要和这些人照面的好 那么至于师弟的那位侍妾啊 我也叫其他弟子护送他回去了 这里大战将起实在是有些太危险了 吕长老的话里可透着亲热劲啊 听了吕长老此言 韩丽脑中顿时浮现了 穆佩玲和南宫婉见面时的情形 心里啊 一阵的嘀咕 但是 嘴里便自然又泄了两句 师弟 这今后有什么打算啊 原本按照约定 师弟出手过一次 下面的战斗就可以不用再参加的 但前几天我们和郑某两道九国盟高层聚在一起商议对策的时候 有人他提到了师弟 说师弟既然能瞬间秒杀黑袍法事 在功法上肯定能克制这些黑袍人的 因此 这不久之后的大战 他们都希望师弟仍然能够参加 我们天道盟代表也觉得师弟是一大战力啊 若是不出战的话 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 也就啊 吕长老犹豫着不说了 再参战 当然可以 若是天南真的被木兰人占据了 我们洛云宗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过先前的承诺 盟里打算怎么处理啊 不会光动嘴巴就真的如此算了吧 有些出乎吕长老的意外 韩丽呢 并没有流露出愤怒之色 反而冷笑一声 淡然说道 这个当然不会了 再加上师弟还揪出了一名 那个御灵宗奸细 和击毙了一名黑袍人的功劳 盟里承诺 师弟只要肯继续参战 有什么样的条件 尽管提 只要能做到的 他们会紧力的满足师弟 以此呀 做来补偿的 愿意补偿 这就好说 具体条件 我还是和主事人面对面的详谈吧 韩丽闻言神色一动 不动声色的说道 呃 这也好 我这就带师弟去见见我们天道蒙的几位当职主事人 只要师弟条件不太过分 他们应该能做主答应下来的 吕长老微微一笑 但是这话里边隐隐约约的若有所指 放心吧 吕师兄 我可不会狮子大开口 让师兄是左右为难呀 韩丽轻笑了一声 缓缓说道 师弟说笑了 不用顾及我的面子 难得那些老家伙啃大方一回 该要的东西不要白不要 见韩丽领会了自己的意思 有了分寸 吕长老心里一松 但是嘴里边说的自然是另一番言语了 韩丽听了脸上满是似笑非笑的神情 但是不再说什么了 下面 吕长老当即带着韩丽出了洛云宗的驻地 直奔天道盟的义士大殿而去 我们天道盟现在主事的呀 是十几个大宗门修士组成的长老会 每隔十年就会替换其中几家 当然了 作为天道盟发起人的轮明宗 古剑门 尼航斋 他们是无需替换的 而盟里的事情其实呢 也大多有这三家决定 但是相比而言呀 轮明宗实力要比古剑门和尼航斋都略胜一筹 天一城的主事之人 就是轮明宗的龙涵与凤冰两位道友 想必你也知道的 他二人就是联手就可以立敌原英后期修士的双修夫妇 本盟能和其他势力抗衡 也全靠这两个人了 不过现在出头露面的只有龙涵道友 奉冰道友一到着天一城就马上闭关了 似乎修炼某一秘术到了关键之处 韩师兄只要先和这几名在天一城的主事长老谈吐了之后 那长老会也相当于通过了 一时大殿除了龙涵长老在主持之外 其余两大宗门也有长老常住那里 吐长老一边和韩力并肩走着 一边给韩力解释着天道蒙的事情 这些事情啊 韩力早就知道了 有的却是首次听闻 没有说什么 只是默默的点头 这义士大殿就在西城的中心处 不慌不忙的走一会儿之后 两个人就到了目的地 一大片气势雄伟的楼台包围着一座青石大殿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参见吕前辈 前辈到此是要见几位长老吗 这位前辈是 在殿门外把守的几名住基基修士 自然认识吕洛这位洛云宗的长老 其中一人恭敬着施礼后 非常客气的问道 但是目光落到韩力这位陌生修士的身上的时候 神色有些迟疑了 这是本宗的韩长老 这次正是要见龙长老几个人的 吕长老神色不变 淡淡说道 哎呦 原来是韩前辈啊 那么请两位前辈稍后 几位长老啊 正在偏变之内议论事情 我通禀一下就可以了 那名修士一惊 恶然的多看了韩力两眼 随即神色更加恭敬了三分 显然呢 他知道韩力是什么人 这名修士向里边发了一道传音符 一道红光向里飞射而进 片刻之后 大殿中突然传出三声悠扬的钟声 那守门的修士一听此声 立刻身子一侧 躬身说道 前辈请进吧 几位长老已经知道两位前辈到了 吕洛点了点头 大妈大样的向殿内走去 韩力神色如常的跟在其后 不慌不忙的样子 韩力心里头早就打定了主意 如何和这些长老谈条件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原修仙传第447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火